今天是第四天我來看生長情形如何 我已經把這個盤子移到戶外來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看長得最好的應該 長得比較好的是小麥草 然後再來這第二層就是碗豆 碗豆它就是也是長得還好啦 只是說還沒有綠葉出來 然後這底下是葵花紙的也都有在長 因為台灣的天氣像現在夏天非常炎熱 像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移到外面來的話 有時候澆水時間可能要比較密集 可是有時候沒時間嘛 有些人可能是早中晚啊 或是說沒辦法說經常在澆水 所以現在我們都會在這個紙的底下 我們有再放一層泡棉 這個泡棉 就是增加這個保水性 讓那個菜長得更好 對 我們是有再加一層 這個有水可以保水一下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對要不然你就要幾個鐘頭就要噴一次了 就是要不然你就經常幾個鐘頭就要來把它噴一噴 如果比較沒時間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底下再跟它鋪一個泡棉 增加保水性 所以因為種子小就長得也比較快 對 然後每天都有在成長 我們每天都有紀錄啊 如果說各位有在看我們的片子的話 你就會看 每天都有每天不一樣的變化 對 這就是今天第四天的情形 對 那芽菜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吧 嗯 看情形 大家一般說說七天左右 對 看一看情形 那是芽菜 這個豆苗 豆苗的話 對 豆苗也要看大小吧 對啊 種子大小啊 嗯 你說像這搞不好不用一個禮拜 它就會長得很高了 嗯 現在是第四天啦 嗯 所以已經我已經移到戶外來 嗯 那我都是把它放在陰涼的地方 對 不要直接曬太陽啦 因為這個紙張的話 它保水沒有很強 你要一曬太陽 恐怕會乾掉 對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 底下再鋪一層泡棉啦 其實如果家裡有布織布的 也可以在底下跟它 對啦 增加保水性 其實 其實也可以用毛巾啊 毛巾我用過 其實 方法是隨人 對啊 而已啦 其實 像早期的話 我曾經 曾經做過小麥草 我要給它發芽 我在上面是蓋一塊有沒有 那個 白色乾淨那個抹布 或是毛巾 把它蓋著 隔天就 哦 它就長得很快 我都下面啦 下面喔 擺毛巾 下面也可以啊 擺毛巾也可以啊 擺毛巾幫助吸水啦 對 下面是怕它缺水 對 怕缺水 因為現在在戶外 有時候 有些人要上班啊 也沒時間說 一直在澆水 對啊 對 等到想到時候 可能都已經乾 乾死了 對 所以 我們會說 建議說在底下 一直在底下再飄 還有就是那個啦 那個 豌豆 要稍微跟它轉一轉 它跟往上翹的 要把它轉一轉 讓它往下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裡有洞到過嘛 跟就是往上翹 往上翹就吸不到水了 所以就是要把它整理一下 對 那我再跟它弄一下 對 那等一下我們會整理 就是給各位一個建議這樣子 對 要搬洞到 按 再按